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一波未凭,一波又起,刚刚美国又向华为扔出了重磅炸弹。 5月15日,美国商务部方宣布,美国商务部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的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 对此,华为仅用一句话回应,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回头看,崎岖坎坷,向前看,永不延弃。 华为默默地承受了一切委屈,在苦难中继续埋头跋涉,这一幕更让我们意气难平。 都知道美国无赖,但真没想到会无赖到如此地步。 为了打击华为,这一次,美国竟悍然修改制裁规则,要求所有用过美国技术或设备的公司不得卖芯片给华为。 其中,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要求台积电对华为断供。 要知道,日前台积电生产的华为芯片,是使用的美国的EDA软件和技术设计出来的,也使用了美国的ARM结构。 华为过去确实挺过了很多次制裁,但是一旦台积电被切断,内行人都知道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看到这一幕,我们终于理解,今年3月31日,华为发布了2019年的年度报告时,华为轮值董事长徐执军半开玩笑地说的一句话。 2020年,我们力争活下来,希望明年还能发布年报。 的确和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交手,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一切让人感慨万分。 他说明,中国科技的进步,一定是要穿越观山重重。 西方国家是不会拱手把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拱手让给中国的。 我们没有他路可走,唯有咬牙让自己更加强大起来。 打铁还需自身硬,光靠别人是没有出路的,关键的技术还得自己掌握。 华为芯片设计方面的备胎是华为海思,而代工厂方面的备胎可以说是中芯国际。 所以,当你看到刚刚上海传来的这个大消息,你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一、5月15日晚间,也即使美国宣布限制代工厂给华为供货的同一天, 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突然宣布大消息。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和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将分别向中芯控股旗下的中芯南方注资15亿美元和7.5亿美元, 以获取23.08%和11.54%的股份,总计22.5亿美元。 是的,你没看错,中芯国际再次获得两大国家级基金项160亿的增资, 加上此前承诺投资的215亿元,资金量已达到400亿元之巨。 二、5月15日晚间,中芯国际还发布公告称, 目前中芯国际的14纳米工艺已经实现量产,到2020年底, 产能提升到每月15000片。 与此同时,华为与中芯国际则已强强联手, 中芯国际14纳米给华为代工了麒麟710A芯片, 量品率达到95%以上。 目前,华为荣耀搭载的芯片, 使用的就是中芯国际14纳米工艺。 在这两年之内,中芯国际还攻克了7纳米技术, 并不依赖最先进的EU微光刻机, 估计年内可以量产, 这也能解决华为7纳米芯片的生产。 7纳米芯片就相当于在支甲盖大小的尺寸上 塞近69亿格晶体管, 实现了性能与能效的全面提升。 是的,你没看错, 虽然美国对华为磨刀霍霍, 但是华为并没有退缩。 低调的中芯国际已经实现了14纳米芯片的正式量产, 并向量产7纳米芯片的前方发足狂奔。 中国中高端性能的芯片生产技术 也正在突破欧美封锁, 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获得一席之地。 3、5月14日, 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公司 与无星高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ASML光刻设备技术服务基地落地无息。 一方面, 该基地将承担光刻设备的维护与升级等技术服务, 另一方面提供更高水准的物流支持及高效的供应链服务。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要说了, 原来这一次的合作仅限于后续服务方面, 我国依旧没有得到重要的光刻机制造技术, 并没有什么用。 实则不然, 原因有以下几点。 据业内人士分析, 我国芯片产业虽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 然而仍存在不少短板。 可以说, 我国芯片产业正处于发展的非常时期。 此时, 荷兰公司基地的引入与扩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一方面, 技术服务帮助微缩芯片, 提高性能, 降低成本的同时, 提升芯片的价值, 本身就是推动我国芯片产业, 不断向更高端化发展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 也是帮助补齐我国芯片产业的产业链, 提升国际竞争力。 2018年时, 中芯国际花费1.2亿美元, 向荷兰ASML公司订购了一台最先进的EUV光刻机。 然而, 在美国人的重重阻挠下, 本应在2019年就交货的EUV光刻机, 现如今, 2020年都快过去一半, 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都说, 即便荷兰公司对中国市场再怎么垂涎欲滴, 也不得不看美国人的脸色。 然而, 这一次, 荷兰公司却下定决心与中国合作。 难道说中国企业有望拥有关键的光刻机制造技术? 实际上, 荷兰ASML公司发言人摩尔斯就曾对外界表示, 延迟发货仪式仅是媒体的猜测, ASML已经申请了新的许可证, 目前正在等待货批。 而最近在双方合作的签约仪式上, ASML公司也表示, 无锡是我们的福利, 期待双方未来的合作并开发更多智能科技。 但我们知道, 一味期待他人的帮助将无异于自身的发展, 虽然迟迟未能收到荷兰EUV光刻机, 但我国企业并不会停止光刻机及芯片的自主研制与发展。 芯片啊芯片, 多少中国科学家为你消得人憔悴。 要知道, 如果说在工业化时代,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 那么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 芯片则就是现代工业的粮食, 但是制造芯片实在太难了,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打个比方, 在高倍的电子扫描镜下, 将芯片放大一万倍, 它的结构就像是密密麻麻的立脚桥和高速公路, 而这些高速公路只有头发丝的万分之一那么宽。 另外, 芯片生产还是一个分工极为深刻的工艺, 特别是随着芯片发展越来越复杂, 就像搞建筑分为画图纸和施工队, 芯片生产也分为设计与制造两个部门。 一个部门负负责画芯片图纸的, 行画叫芯片设计公司, 中国的华为海思, 美国的高通, 中国台湾的联发科就属于这一类, 他们只负责画图纸, 不负责生产。 图纸画出来后, 就得找芯片代工厂生产, 否则就成了空中阁楼, 废纸一张。 另一个部门是负责将图纸落地的芯片代工厂, 他们就像建筑施工队, 要做的是按照图纸不折不扣地把房子盖出来。 这方面, 全世界最牛的企业是台积电, 规模和技术均列全球第一。 所以, 美国强迫台积电对华为断供, 目的就是让华为海思的设计就只能停留在图纸阶段, 没有代工厂生产不能落到现实。 好在还有大陆最大的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在, 今天它实现了14纳米芯片的量产, 向7纳米芯片冲锋, 这将极大提升我国的芯片加工水平。 不要小看14纳米制成工艺的芯片, 这同样也是中国相关产业必不可少的零部件。 不仅现在中低端手机, 大多用的是14纳米芯片, 家电、车载等电子设备, 更是普遍使用这类芯片。 7纳米芯片则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芯片。 华为最先进的芯片麒麟980采用的就是7纳米工艺, 全世界只有台积电和三星拥有这个技术。 一旦7纳米工艺研制成功, 中芯国际与三星和台积电的差距也将无限接近。 要知道, 中芯国际完全属于中国人制造, 也完全属于中国人控股。 在此之前, 中美国围绕科技猛掰手腕的时候, 中芯国际二话不说, 就自愿从纽交所退市, 回归香港上市, 不被美国人所左右, 主动为中国芯片安全兜底。 毕竟, 别人的总是别人的, 像14纳米、 7纳米芯片这种最高端的核心技术, 中国最终只能靠自己。 试想, 如果台积电真的对美国屈服, 不再代工生产海丝芯片, 又中芯国际在, 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华为挺住, 利用90天的许可期。 多囤货, 相信, 只要再坚持两三年, 国产半导体设备即可获得比较大的突破。 到那时, 华为加中芯的市场格局 将成为中国力量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有句古话, 多南兴邦。 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也说过, 一个人要真正强大起来, 就必须在清水里洗三次, 在碱水里煮三次, 在盐水里淹三次。 其实对一个国家是这样, 对一个人, 一个企业, 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国家的复兴之路, 前面必然遭遇无数的打压。 华为的这些委屈和磨难, 也许正是华为成长的代价吧? 也许正是一个国家走向复兴, 必然遭遇的代价吧? 看吧, 从5月5日宣布回A后, 至今, 连续两周时间, 中芯国际股价大涨超26%, 市值猛标210亿, 并快速突破千亿港元, 证明了资本市场对中国芯片发展的看好, 两大国家级基金同时注资, 更表明中芯国际, 未来将承载起国产芯片崛起的重要使命, 国内半导体行业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是的, 这一次不能光靠华为落身拼杀, 这次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撑, 需要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 也许有一天, 我们将感谢那些断视的美国政客, 正是他们的打压让中国人下定决心, 发愤图强, 一定要把半导体技术攻克下来, 此时此刻中国需要, 中国需要两星一旦精神, 需要上甘领精神, 需要华为精神, 需要自力更生精神, 希望华为能够挺过这次难关, 也希望我们这代人的奋斗, 能够换来民族的强大和复兴, 永不遭受别国的霸凌, 大国征途, 任重道远, 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历经图治, 奋发向上, 天高高, 海长长, 好男儿, 当自强。